嗨朋友们下午好 今天打算做一个红糖年糕 明天用来当早餐 首先准备300克糯米粉 给它过筛一下会更细腻 接着筛入100克玉米淀粉 然后30克的正粉 也就是小麦淀粉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瓶椰浆 我这是200毫升的 然后如果家里面没有备这种椰浆的 你也可以用那种纯牛奶 200毫升全部倒完 增加一点椰香味 最后我们加入30克的玉米油 然后搅拌均匀 好了搅匀过后我们就给它放着 然后现在我们熬一个红糖汁 锅里我们拿一点食用油 加入小段清水 我们倒入60克白糖 炒糖色 火的话我们就是小火给它慢慢炒 然后我们炒一个焦糖色的话 等一下它那个颜色会更红亮 也更好看 炒至这种深刻色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立即倒入600毫升的开水 接着我们加入80克红糖 给它熬个两分钟 朋友们看一下 两分钟过后红糖已经融化了 看一下这个颜色 真的特别的好看 关火 我们少量多吃的倒入豆面粉里面 就每次都要搅一下 朋友们做这个年糕 就是一定要用这种刚烧开的糖水 把它去烫 这样子得给糯米粉做出来才会Q弹 朋友们近距离可以看一下这个质地 就拉起来 这个纹路就是马上可以消失的 这种稠度就可以了 火用了48寸模具 然后会一张这种硅油脂 然后把这个面糊给它过滤一下 因为底下有颗粒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蒸了 蒸凉糕的话 我们要开始上锅蒸 然后准备一个盘子给它扣住 防止水蒸气滴落 然后大火给它蒸个70分钟 蒸到好香啊 一股红糖味 朋友们像这样摸着不烫熟了 我们就可以放到冰箱冷藏起来 明天拿来当早餐 第二天我们拿出来给它改刀 然后把这周围的边角料给它切掉一些 然后再给它切成小块 最后我们再给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在年糕做起来过后 我们每次吃多少切多少 不要一全部给它切掉了 便利锅里面我们喷入少许油 然后下入年糕保持小火煎 因为年糕很容易粘连 所以我们煎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分开一点距离 一面煎一分钟我们给它翻面 全程煎了三分钟我们就给它夹起来 摆盘 年糕这样煎一煎真的特别的Q弹 很多老年人都很喜欢吃 早上炒了一个榨菜壳吧 然后炒了一个包菜 洗了一点水果就葡萄了 然后鸡蛋这个牛角包被我烤糊了 还有我自己吃的贝果 这个就是那个红糖年糕 真的很香 早上就这样吃 QQ甜甜 椰汁红糖 你要吃这个等一下 你先不要手很烫 你打得吃人家 还有一吗 等等你你放开 放开这样 我给他泡包了 妈妈 爷爷好 没了 我拿一碗 我拿一碗 两碗两碗 我拿一碗 我这个可以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 味道有嗎? 煎湯,煎湯片 味道,味道不大 味道不大 味道大 味道 老门龟还不连龟 这个还好吃 这只要不能吃 桌子上没关系嘛 地上的才不能吃 桌子上的我不怕 我不怕 妈 还不怕头 好 妈妈给你剥鸡蛋 我也要吃哈啤啤 你也好啤啤 哈啤啤 谢谢咪呀 谢谢大家 我也好啤啤 谢谢咪呀 吃鸡蛋要吃鸡蛋 点赞 哇 刚好喝完音乐响起来了 听到了吗 听到了 葡萄汤 吃一点 我这还要吃 喝完了吗 我收起来了 我洗了 哥哥 收一收 给你 哥哥 给你 快点 快点 来来来 有的时候 给你吃鸡蛋